常常的排队人潮 全是等着施打疫苗 这几天德国施打率创下新高 民众全是被反扑的疫情吓坏了 当第18号确诊通报数达到65,371例 打破了单日最高纪录 官员透露实际的新增便利 至少要高出官方统计数的两倍或三倍 总理梅克尔与16个邦总理 同意对未接种疫苗者实施严厉的新防疫限制措施 剑指在餐厅内用参与体育赛事 或是文化的表演活动 欧洲疫情亮红灯 奥地利18号通报了确诊数15,145写 目前部分疫情较严重的邦政府 已经在眼里全面性的封城措施 乌克兰状况也不好 最新单日新增838例的死亡 目前全国只有约28%的民众 完整接种了两剂疫苗 为了提升疫苗的覆盖率 将会向完整接种疫苗的民众 提供1100元台币的现金奖励 疫苗与治疗方法成了现在最重要且关键的解方 阿斯特捷利抗药厂公布最新的试验追踪结果 注射旗下的抗体肌尾酒疗法药物之后 6个月的期间 有症状感染的风险将会降低达到83% 这些日子恰观者看不出 我们现在你数字可欠不得 大家记得